Hello大家好,欢迎新老朋友回到小鱼儿的AI技术学堂 在刚刚结束的达奥斯论坛上 阿根廷总统米莱发表的演讲成为了全世界关注的一个焦点 那么阿根廷总统激情演讲究竟说了啥 会成为全世界的焦点 那和该话题相关的YouTube视频都可以获得非常高的一个播放量 那这里呢,小鱼儿随便收了一下 和这个阿根廷有关的,这个是37万播放 这个是3.4万,这个18万,那这个21万,70几万 那么都能获得个上万的播放量 以这个名为有声天涯的一个博主 它的YouTube视频的频道为例 那么该频道的平均播放量呢,大家可以看到都非常的低 这里有60多次,100多次了,这里400多次了,600多次 那么和这一段和米莱相关的一个视频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 播放量却非常的高,20万的一个播放 这个是4天前啊 就4天的时间就达到了20万的一个播放 按照我们YouTube的一个收益广告来说呢 估算1000个播放量是5美元 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呢 那这个视频呢,为它带来了很大的一笔财富 制作这类简单的热门新闻视频啊 之所以能够产生如此高的一个流量收益 再看一下这里啊,都是非常高的一个流量 播放量 是因为呢,触发了YouTube的一个推荐机制 热点新闻啊,这肯定是一个热点的大新闻 所以它才可以在短时间内呢,获得一个大量的一个搜索 YouTube呢,也会向观众呢,推荐对应的一个内容 所以说这一类的视频都跟着火起来了 其实此类的视频呢,制作非常的简单 就是有关新闻的一个视频 那这种视频呢,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完成 今天呢,小游人呢,就来详细的给大家讲一下 如何制作AI新闻 如何制作一个爆款AI新闻视频 第一呢,我们要关注啊 首先我们第一点,我们需要关注一个热点新闻 比如说关注SNBC啊,这样一个为代表的权威的一个媒体网站 那我们可以在第一时间内获得一个最新的一个新闻资讯 那么类似这样的新闻网站呢,也可以多关注几个 这样的新闻网站很多啊,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 那第二点呢,就是要下载视频素材 这里该如何下载呢,我们现在是返回到了我们的YouTube频道啊 我们在这上面输入跟此话题相关的一个内容 然后就会跳出来阿根廷总统米莱的一个演讲等关键字 那么我们就选择这一个,我们就直接点进来 那这个呢,也就是米莱总统呢,在达尔斯论坛上的一个完整演讲视频 复制一下最顶上的这一个链接地址 打开我们的一个视频下载工具 那把我们的一个链接呢,粘贴到里面 这里点击一个下载,选择一个MP4 下载好之后呢,它会保存到电脑里面 我们把它存在我们想要存的一个文档里 方便一会儿备用 第三步呢,就是打开我们的一个语音客龙软件 还有一个数字人 在这里呢,可以翻译我们的一个视频 还没有注册的朋友呢,可以点击下面的一个 下面描述栏的一个注册地址啊,进行一个注册 我们需要进行一个语音客龙和翻译 没有注册的朋友啊,可以点击注册一下 这里点击开始免费试用 我们选择这里,这里一个Translate Video,我们点进来一个视频翻译 那就会来到这样一个页面 我们点这里,把我们刚才的这个视频呢 电接给它粘贴过来 把它粘贴在这里 那粘贴好了之后呢,这里选择一个中文 选择一个简体中文 我们把它的英文呢,翻译成一个中文 目标语言我们就选择普通话 那用我们的一个Hagen和我们的一个语音客龙 ElevenLabs进行合作的话 可以一键完成视频客龙和翻译 那么这里呢,小鱼儿也会把这个语音客龙 ElevenLabs的一个链接放在下面描述栏 需要的朋友可以去注册一下 那Hagen呢,它不但可以把视频翻译成中文呢 它还能完成口型模拟和声音客龙 一个保留米来的音色 大家可以 所以这款APP是非常好用的 这里点击一个翻译 点击一个确认 那这里你可以尝试不同的语音和上传新视频 它可以非常完美的给你结合一个口型模拟声音客龙 这时候就到了我们的第四步了 我们来到这款APP进行一个字幕下载和翻译 那这里同样我们还是把它的一个链接地址 视频链接地址给它粘贴到这里来 进行一个下载 我们这里点击一个下载 那么字幕下载好了之后呢 这里我们选择一个CRD下载 这个时候我们的字幕就已经下载好了 下载好之后呢 我们还要任意选择一个在线的CRT的翻译平台上 去上传一个英文字幕 小鱼这里用的是这个APP 在线的一个CRT翻译平台 就把我们的一个英文呢 翻译成一个中文 我们这里可以上传一个文件 目标语言呢 我们要选择一个 这里目标语言选择中文简体 或者中文繁体都可以 还有很多的免费的一个在线翻译 大家可以去找一下 那最后呢 设计一个我们的一个 视频的一个封面图了 同样用到我们的一个开网 这里选一个YouTuber的封面图 打开之后呢 我们就把我们的一个 跟阿根廷有关的一个图片放进来 那我们可以在上面呢 再输入一些跟子话题有关的一个字幕就OK了 那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封面图 接下来呢 我们需要完成我们的一个视频啊 我们有了一个字幕 还需要把它再操作一下 打开我们的简印 我们把我们的字幕导入到里面来 把我们的视频和字幕呢 完美的结合在一起 这是我们导入的一个视频 这里呢 我们可以给它进行一些调整啊 这里我们可以把它稍微放大一点 把我们的一个字幕给给它导入进来 这里我们再选一个文本 选一个本地字幕啊 这里导入 这里我们可以适当的调整一下 这里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效果图 我们需要进行讨论 对我们来说 查看数据是很重要的 也是为何自由企业资本主义 不仅是结束世界贫困的唯一可能系统 但也是唯一的 实现这一目标的道德上课区的系统 如果我们看一下经济发展的历史 我们可以看到从公元零年到公元一趴比趴比年之间 大概在整个参考时期内呢 世界人均GDP基本上保持不变的 如果你看看经济增长演变的图标 在人类历史的整个过程中 你会看到一个驱滚球形的图标 一个指数函数在去浮轮的时间里保持不变 并从19世纪开始趁指数式增长 是不是还不错 那这里呢 我们点击导出呢 把它发到我们的一个YouTuber上面就可以了 我们实时跟踪一个最新的一个新闻消息 这样的话我们能够抓住一个流量 让我们的YouTuber视频呢 能够获得更多的一个播放量 那今天呢小鱼的视频呢 就给大家讲到这里了 其实做AI新闻呢 也是非常非常的简单 刚才给大家讲了步骤 就四步呢 就可以完成这样一个新闻 那视频看到这里呢 喜欢小鱼的朋友呢 记得关注一下小鱼的一个AI技术学堂 也可以观看一下小鱼的其他AI视频 记得点赞转发本频道 给你身边需要的朋友们 我们可以通过AI来变现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了